3月6号晚 一段唐嫣罗静结束活动后 手挽手甜蜜同行的视频在网上曝光 当天唐嫣裹着棉衣外套 把手挽着老公罗静的手 夫妻俩看上去状态很好 面对路人拍摄也是面倒微笑毫无不悦 只是意外的是 由于跟拍路人众多 助理互在两人身侧 一不小心把某位路人手机撞倒 该女子随即开始追逃起来 屈膝有网友爆料 事后赔偿让车坏着手机 而网友们也表示 这种快把手机怼到脸上 懒路拍摄的行为本身就不对 曼谷拉新闻呼吁理智追星 离生活都远一点 不得